拉吧 从梁柱上拉下红布 台东金风乡 嘉兰示范村部落广场 举行头目家屋上梁仪式 祈老从梁柱上 将林浅与糖果往下洒 与大家分享喜悦 而每一个人也在祈愿卡上 写下祝福 挂在家屋中间的梁柱上 希望为风灾过后的嘉兰村祈福 感动就是 就像我这个体验牌 我上面所写的 我们节出逢生 但愿生生不息 那我希望这个场域 也可以带给我们未来的孩子们 认识自己文化 真实自己文化 生活在自己文化的一个地方 风灾过后 为了再度凝聚部落象星力 台湾好基金会于是协助嘉兰村 开始在部落寻觅土地 建立一处部落的精神中心 原本这块土地要作为 向内卫申索 不过因为腹地不够而作罢 当时担任重建会主委的宋先章 及部落意见领袖提议 新建为部落广场 于是设计利用风灾漂流木与石头 打造传统工法的同家屋 木头跟石头这两个材质 作为建筑物的一个材料元素 有它的意义在 木头从山上来 漂到海边 现在又把它抓回山上 来使用 那算是一个重生吧 一千门是头木 来坐这边 好 你大洞 如果你是 你去山上打类的话 你大洞 你就不要在这边 所以我这个是比较重要 秦老介绍家屋建造的过程与内容 他说部落有这个地方 就可以将传统工法传承给后代 除了头木家屋 未来部落广场 也将搭建青年会所插嘎的 希望作为部落青年会 生活与文化教育的重要场域 接着三日任夫 台东清风采访报道